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询问洛格自己还是不是他的奴隶 因为在维京人的社会中奴隶比狗的待遇还低 并且他还感觉维京人好遵守法律 主人可以随意的强奸女奴隶 也可以没有任何理由杀了奴隶 但是不可以随便强奸一个自由女人 或者杀了一个自由的人 戴安貌似都很守这种规矩 这些在小神父的眼里感觉到不可思议 他们看着是那么的野蛮 洛格其实也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的恶人 他还是非常有远见的 小神父这些日子以来表现得还不错 所以他就没有像别的主人一样对待他 小神父也说了自己的感受 之前自己的确想逃跑 现在自己不想了 他想成为一个自由人 画面转到哈拉伯爵这里 这段时间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准备去找洛格的麻烦 果然没过多久 伯爵带着士兵们到了洛格所在的村庄了 随着伯爵的一声令下 士兵们开始图村了 不管蓝绿老少全部杀死 此时的洛格刚刚外出在山上打猎 在家里的沙姐让两个孩子和小神父 待在家里不要乱跑 等洛格回来 伯爵的士兵在外面杀得正高兴的时候 在山上打猎的洛格听到了村子里的惨叫声 于是洛格急忙往回赶 在这个过程中 他还遇到了几个前来阻拦的士兵 都被洛格一一砍死 不过洛格也被他们刺了几刀 就在洛格到家门口的时候 兔子大总管朝着洛格就射了一箭 大家记住这一箭 我们洛格迟早要报仇的 跌跌撞撞的洛格回到了家里 和沙姐他们会合了 没有办法的洛格只能让沙姐带着孩子 和小神父他们从地板下的空隙逃出去 然后坐船离开这里 而自己则要留下来和伯爵他们周旋 这时伯爵的人已经堵在洛格家的门口了 洛格假装投降跪在了伯爵的面前 沙姐和小神父他们也成功地上了小船离开了这里 洛格趁着伯爵不注意 抢了一个人的马也逃离了这里 可是没想到伯爵的手下对洛格穷追不舍 扶上的洛格被追到那个他沉思的悬崖边 随后他纵身愉悦跳进了水里 而沙姐他们的船正好在这下面 小神父看到洛格附伤 立马也跳了下去 把他给救了上来 而伯爵这边则杀了洛格的房子 杀了洛格所有的邻居 让人继续追查他们的下落 沙姐他们带着受伤的洛格 找到了最值得信奈的弗洛基 弗洛基立马把洛格抬进了家里 准备进行救治 当然他不但是一个造船高手 同时他的医术也很高超 在他的指挥之下 众人总算是把洛格的命给保住了 接下来洛格他们只能待在弗洛基这里养伤了 期间他们的一个老朋友 也就是海盗团的兄弟 也过来看过洛格 朋友说 阿罗他们猜到了洛格会躲在这里 但是他们来不了 伯爵安排的手下 正严密地监视着所有海盗团的兄弟们 自己也是绕了很久 确定没人跟踪自己 自己才来这的 弗洛基招呼他一起吃个饭 这时他看到弗洛基的女伴长得还不错 弗洛基开玩笑说 不要对他动歪念头 从朋友这他们得知了 伯爵不但烧了洛格的房子 还杀了他们家所有的牲畜 地也被收回去了 可这没什么 只要洛格还活着 这些东西都能回来 沙姐也对弗洛基表示了感谢 这段时间 他妈一家老小吃住都在他这 搞得现在 把弗洛基家过登的储备粮都给吃光了 怪不好意思的 可弗洛基觉得没什么 只要人在就行了 晚上的时候 洛格和朋友聊了接下来的事情 朋友告诉洛格 我们的船被伯爵给没收了 说是给他的女儿做嫁妆 这是弗洛基过来找到了朋友 让他过来和自己的女伴一起happy 洛格又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我算是弄明白了 感情这就是你们违禁人的传统哦 那我们来看看 做死的哈拉伯爵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吧 在解决了心头大患之后 伯爵算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下面请看哈拉伯爵瓜皮的操作 这是何求病 这是尔樭 бывает 这是梁姐 更为 gener对 他叫云太 这是我的妻子 道女 的政人 没有发生 谢谢 是我的 Ultima 我认为你,老尔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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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 来 来 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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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来 来 但 他是 It's arranged May I You will have no regrets my dear child I will make you a good husband And you will provide me with many sons Of that I'm quite certain The celebration shall be later this your when I will return Laden with gifts In the mean tim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的老爹就是一个瞎子 这个老头牙都黑了 晚上 伯爵夫人和哈拉伯爵大吵了一架 你这个人是不是想全力想疯了 虽然说比亚尼伯爵是国王的表兄弟 但是他又老又丑 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哈拉伯爵又说了 人家有钱啊 他给了我20磅银子作为彩礼 不但如此 这次联姻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土地和同盟协议 伯爵夫人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丈夫竟然为了这些不顾女儿的幸福 这里我要吐槽一下 20磅的银子大约是9072克左右 按照最近的银价大概是3块6一克 也就是说不到32700块的彩礼钱 哈拉伯爵简直是一个臭不要脸的家伙 当然伯爵的变化也是有原因的 他本来来有两个儿子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把他们都给杀了 所以他开始追求权利 他想找到凶手 又怕自己落得和儿子他们一样的下场 不久之后 伯爵的女儿希莉亚和那个糟老头就举办了婚礼 阿罗也来到了婚礼现场 希莉亚看到阿罗来了 还以为有人会来抢婚呢 可阿罗全程都在盯着他的妈妈 也就是伯爵夫人 哈拉伯爵也看到了阿罗 于是上去就询问他 自己记得没有邀请过他 他怎么就来了 阿罗也不客气 反正我就是来了 蹭饭不行啊 其实阿罗来这里 是有事情要和哈拉伯爵谈的 自从洛哥出事之后 他们老帮兄弟就被伯爵给孤立了 现在阿罗想要再次战斗 去抢劫 去出海 想让伯爵再信任他 伯爵则问他 知不知道洛哥他们的消息 阿罗敷衍地回答 听说洛哥和他的家人都死了 伯爵一听 行吧 你之前和洛哥他们是一伙的 现在让我信任你 还是需要时间的 说完伯爵就走了 而此时伯爵夫人和阿罗对视了起来 感觉两人有戏啊 接着伯爵就宣布 霍尼进入最后的阶段 入洞房 这可把那个糟老头高兴坏了 结果 婚礼结束后 阿罗和伯爵夫人 两人就跑到了一个小房子里 撕毁了起来 原来两人早就有奸情了 伯爵夫人告诉阿罗 绿帽伯爵对你要下手了 你今天就要离开这里 但阿罗并不相信 自己又没怎么样 伯爵还能来杀了我 伯爵夫人希望阿罗相信自己 自己非常了解伯爵 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边刚刚说完 阿罗出门就被伯爵的手下给埋伏了 阿罗被他们打得个半死 随后绿帽伯爵就开始审问阿罗了 快告诉我 洛格他们在哪 不然你可有好果子吃了 阿罗一口咬定 洛格已经死了 伯爵看阿罗还在拿嘴硬 就拿起了刀 朝着他的脸上刺了过去 镜头转到洛格他们这里 这段时间 洛格身体恢复得比较好 已经能下地走路了 突然 弗洛基从外面带了一个人过来 这个人正是之前他们的老朋友 由于弗洛基这里太难找了 他在沼泽迷路差点冻死 他这么着急过来 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洛格 之前哈拉伯爵的夫人西吉 偷偷来找到了自己 说是伯爵把阿罗给抓了 疯狂地折磨他 为的就是想要找到你在哪 但是阿罗临死不屈 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伯爵看阿罗这么固执 觉得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了 估计这几天就要杀了他 洛格听到这里有点不能忍了 兄弟为了保护自己 死的死伤的伤 还有那些无辜的左邻右舍 全都被这个绿帽伯爵给祸害了 于是洛格决定和伯爵刚正面 他让弗洛基去找伯爵 替自己给伯爵下一封战术 自己要和他单挑 如果他拒绝 那么自己就会诅咒他耻辱一辈子 不会被奥丁赐福 说白点洛格这下真的生气了 本集结束 看完这一集 我感觉这个哈拉绿帽伯爵活不久了 他为了杀洛格 竟然屠杀了洛格所在的村庄 虽然中伤了洛格 但是还是被他给逃跑了 后面又抓到了洛格的好兄弟阿罗 严刑拷打 想问出洛格的下落 可是他没有如愿 为了钱 土地和盟约 他竟然出卖自己的女儿 让他嫁给了一个 牙齿都完全黑了的糟老头 弗洛基收留了洛格一家人 为他们提供了庇护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洛格的商有所好转了 当洛格听到阿罗被抓的消息之后 他决定去和哈拉伯爵单挑 那么在下集中 伯爵会接受洛格的挑战吗 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洛格 能够战胜哈拉伯爵吗 被言行逼供的阿罗受伤严重吗 那就期待我们下期的《维京传奇》了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长工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